好 马上就要过年了 家中有饲养宠物的四祖 是否也准备好帮毛孩一起来过新年呢 受益师就提醒四祖了 农历过年期间要准备好充足的食物跟药品 小心鞭炮声引起宠物恐慌而走失 还有饮食避免要过闲过游等等 才能够一起安心的过好年 再过几天就要农历新年 不少四祖与毛孩都准备好要一起快乐过年 高桥动物医院院长殷宏园就提醒四祖 四项注意事项 备药 饮食 保暖 避免紧张的心情 四年假期间应该替毛孩子们注意的几件事 另外过年期间也要留意保暖 尤其有心脏病及肾脏病的宠物更要当心 包括如果家里有老猫老狗 有在服用慢性病的药物的主人 要记得在放假之前先把药物准备好 因为很多的动物医院过年期间都会休息 另外就是常常发现大家都在过年期间 大鱼大肉的情况下都给狗狗猫咪吃得太好 那太油腻或太咸的食物 常常会造成他们肠胃甚至肾脏移脏的疾病 放鞭炮是一个民俗的习惯跟传统的活动 所以过年期间一定要把你家里的宠物照顾好 避免他们因为鞭炮的声音受到惊吓 长时间的惊吓 有时候因为惊吓的冲撞会走湿 甚至会造成一些生理上面的问题 出门出去玩非常开心愉快 但是对宠物而言 他们到了陌生的环境 或者是周车劳顿的紧张 其实对他们的身体是一种非常大的紧迫 所以一定要把出游相关的行程 或者是住宿的地点都把它安排好 减少动物们的紧张跟紧迫 农历春节九天廉假 不少动物医院或诊所会休整 花蓮县动植物防疫所也提供四组 花蓮县内南到北 目前28家动物医院及诊所的营业日期与时间 给有需要的民众参考 日前启用的花蓮宠物公园 若民众春节无处去 不妨一起带宠物走村跑跑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